你微博的名字叫什么 叫账簿玩丢了 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待着没事 你给我留言 我呢 每次看微博都会给你回复的 都会回复的 都会回复 不管你聊什么 我都会回复 回复给你 感谢亮亮 谢谢亮亮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话题比较重要了 这个得聊聊男的了 不能你女的 要跟男的聊 不都得聊聊男的吗 是不是 说男孩 你们先说一下 你们是啥形状吗 就照我刚才那些举例 说说什么形状 我告诉你 你适合怎么 哪个姿势比较适合你 好吧 宇峰哥黄马没了 是吧 我给你看一下 宇峰哥 我前两天 我把马甲都下了 宇峰哥 你们说说 你们是什么形状 然后呢 我给你讲讲 你们适合什么姿势 好不好 大雁形状的 我就不跟你讲了 像如果说 大雁形状的这样 你真的觉得 你的那个形状 属于那种特别 就是硬起来 会有点弯 然后呢 有一点点弯 不是特别弯的那种 那搭了地呢 我就不管了 就是属于 有一点点弯的那种 那这种男孩子呢 什么形 什么姿势都比较适合 但是有一点 什么姿势 你要注意了 就像 你碰到我这样的女孩 阴镜 是属于往里头斜的 倾斜的 这种女孩 你呢 女上位的时候 就是观音坐脸 那个姿势 首先让她 脸对脸 面对你 坐上去 如果她不舒服 你还想要玩这个姿势 你就让她 撞过去 让她的屁股 冲着你脸 她的脸 冲着你脚 坐上去 因为她体内 可能是倾斜的 你那个弯度啊 可能是 往哪边弯 掌握 掌握一下方向 有的人可能 还得是侧子坐呢 就是 女上位 就是侧子坐 女的 男的是 男的是这么躺着 女的坐在这个边上 就是对 有一点挑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下 其余的基本上 什么姿势都适合你 感谢冰哥 我给你看个真爱啊 不过 谢谢谢谢 谢谢大伙 不真爱掉了好几百了 真的 谢谢布鲁姐 还有什么形状呢 完了 说我不知道什么姿势 没事 别不好意思啊 啥形状不都是牛子吗 咋的这辈子 你咋的 你敢长 还不敢操了 没有啥不可 真的啊 说说都可以 感谢亮亮 怎么可能会不舒服 肯定会 女生的阴镜啊 每个女人长得都不一样 有的人呢 女的 就是直上直下的 她的阴镜 就是跟着她那个 就是她平时 喜欢站着 然后她那个阴镜呢 就是属于 就是游戏下那种 跳舞老师啊 那种 她是属于直上直下的 比较多一些 直上直下比较多一些 那么这种女孩呢 她有 就是个头 个头比较高的 她都是比较深 那这种女孩 她就比较适合那种细长的 你知道吗 那网上翘是什么 那网上翘是什么姿势 网上 你什么网上翘 个的 对 太瘦的女孩也不是特别好 找对象啊 或者是生活在一起过日 还是找稍微胖乎一点的 挺好的 就是摸着有肉的 她还不显胖的那种 就是像照着眼 你瞅她挺瘦 但是呢 她的身上还全是肉 对 这种 对 胖一点的水比较多 这个你 就